好,回到第3次了,刚才也说到超时了 或者回到刚才最后,跟大家看的是关于疫情的一些最新发展的数字 或者数据,我先分享一下刚才的视频 好 是,没错,是这个了 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网站,就是我其实也设计了一个 美国的John Hopkins University的网站 大家有兴趣可以设计一下 无论如何,右边这里,其实再说一次 刚才下面绿色的就是总注射剂量 全球总注射剂量的一个趋势发展 而上面红色这个,就是每一日新增的确诊数字 所以其实说到近期就似乎个别国家的确诊数字就是三级跳 但是如果从全球的情况来说的话 那都是有上升了 不过其实相对上升的情况就并不是太夸张 就是起码不是好像过去那几波那样 那几波每一波都是好像一个大浪那样 越蓋越高那样,但是起码在现阶段 就是我们就见到这个情况 那个确诊数字并不是那么夸张 而更加是比较正面 你可以说叫做 就是那个死亡人数来说的话 或者每一日死亡的数字 其实是维持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的 就是虽然那个确诊数字有向上 但是那个死亡的数字呢 其实是持续向下的 那当然可能有很多原因的,OK? 就是譬如你说可能 就是现在的医院或者医疗 已经对于这个病毒 更加有那个损害 或者怎样去治理这个细菌的话 可能是开始有些经验了 所以可能就是有个进步了 那另外来说的话 可能就好像刚才K.O.也提及到就是说 就是这个疫苗注射了之后 他不是说担保你一定是可以完全免疫的 就是因为其实都有不少的一些报道就是说 就是也有些人呢 是第二次确诊 或者第三次确诊 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这个疫苗注射了 不是说百分之百可以保证你是 就是完全不会受到感染啊 只不过是降低了你那个受感染的机会 而也都呢 有些报道就是说 就是那个 譬如说MRA的那个技术的疫苗 就算你万一不幸地确诊的话 其实可能对于那个危险性 也都会有所降低的 所以这个也都是 就是起码都有些正面的一些效用 所以我想这些就是种种资讯 我和K.O.都不是 不是专家了 不是人专家了 我们都是只是 就是複述或者引述 就是从网上所看到 所以知的一些数字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就是 因为近期呢 也都仍然不断有朋友呢 都是我不知道是因为 我们香港推出很多奖赏优惠啊 就是鼓励那些人去注射 那样 都仍然很多人在那里议论 就是到底选哪个疫苗呢 那样 就是 就是种种不同原因 那当然啦 香港有不少的一些小粉红的话 那当然是就是 非常之捧就是 就是国内的疫苗 那当然 我们都非常之鼓励大家捧多些的 那就是 勇敢一点 无谓浪费嘛 是不是 始终这些 它有个 shelf life 那你买了 哎呀 用不浪费 浪费了就无谓了 那都 虽然就是 就是香港政府都是 衰衰的 那都无谓要去浪费 因为浪费很折夺的嘛 就是已经这么折夺 你那时候不要再折夺了 已经是 就是都帮忙了 用这些是好事来的 我只可以说 在有些国家 你想求一支 就是mRNA的疫苗呢 都真是一 就是一 你不是说你想打就有得打的 那 香港是免费 有得给你打 你都不会打 那就 真的 可以考虑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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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刚才说到 好像近期有些股市 有些生与欲来 整个投资市场有些生与欲来 包括 就是美国十年期债券 那个GCD 比较重要 那 那 除了一个疫情的一些 因素以外来说的话 似乎今天呢 我也看到彭博呢 也都引述了呢 就是说 这个 中国的 国务院 今天呢 就好像 忽然之间 改了一些口风 就是呢 就是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呢 中国的 就是 那个经济反弹啊 那之外 那其实呢 嗯 就 就算是 就是比较 差的时候呢 中国也都不是 好像 美国啊 或者 其他 就是国家那样 大幅放水 去 就是 刺激 那个经济 或者振兴的经济 那样 而一路来说的话呢 那个 信息 呢 都是 控制 那个 一些 债务的高度膨胀 或者是一些 严重的 就是 负债 甚至乎 违规的企业来说的话呢 那就 加强了 监控 那样 所以 也都令到呢 有个别的一些 负债类类的 中国 企业来说的话呢 都出现了一些 债务的 违约 就起码有个 违约的风险那样 那样 所以就 似乎一路都是 重紧 那个取态 是重紧的 那样 但是今天呢 中国国务院呢 就好像 一些改口风 就出来 就说呢 也都发觉到呢 有部分的一些企业呢 就似乎 在资金上面来说的话呢 都可能需要一些 扶持的 那样 那就是言下之意呢 就似乎有机会呢 可能是 就是人民银行 会有些行动 就是 不敢说是放水啦 但是可能是 有机会 那个 就是 没有链都这么紧 一些 那些银行方面的东西 涉及中国 因为 因为中国是 first in first out 就是说 最先受到 疫情影响 也都是最先就是 在这个 疫情的阴迷底下 就走出来 重新增长 那样 但是如果中国 这个first in first out 的经济 都似乎 又再 有一些 一些转弱的情况 那会不会 其他一些国家 其实 现在的经济 都有机会 已经是反弹到顶 或者是向下呢 那样 就是有一些 的speculation 也都不肯定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 起码看到今晚的 就是 欧美股市 就的而且 确实是比较弱 少少的 刚刚再看回 因为刚才 我们第二次 那时候都很快 去看过一下 那就是 就是 欧洲股市都跌了 2-3% 那样 那美国股市 其实就 刚才K.O.之前看的时候 就跌了1.1% 那样 上下 那现在刚刚我再看一看 好像又跌回多了一点 好像跌了1.4 1.5 那样 那到底是 真的 就是 有这个 优虑 还是只不过市场 也都借势 就是 调整一点 因为始终 今年来说的话 其实如果看回 今年上半年 就是 智一智数 那现在 现在都是说7月8日 看上半年 智一智数 其实就 股市整体来说的话 表现都不是太差 如果以半年时间来说的话 因为看回 就是 比如说 美国 S&P为例 那样 其实 6个月下来 S&P都涨了 14% 那 如果以半年计算的话 14% 其实真的绝对不差了 老实说 如果看回美国的股市 历史来说的话 其实每一年的升幅 有两个位数字的话 已经算是很好的 一年已经是 那你半年有14% 其实已经是相当之好的 是不是 就是已经算是去年 已经升了 那欧洲来说的话 其实欧洲 今年 整体来说的话 其实去到半年的话 很多都 双位数字的 升幅 那所以 会不会借这个机会 略为 就是 订阅了 利益 老实说 这个也大有机会 还有 也都 我们过去也有说过 那么 联储局7月就 FOMC 那 谈完了 OK 7月还没谈完 接下来会谈 但是8月就会休会 因为8月就 大家去了这个美国 就是 这些央行高层的联会 这样 那 而其实现在 很多的分析 都 估计 联储局 有机会 在这个 就是8月份 Jackson Ho 那个会议 就是 开始有少少 口风的 转变 就是 现在 都似乎 很多人是觉得 就是说 可能 甚至乎有机会 那个 就是买债的 计划 年底的时候 可能会有少少 调整这样 所以 会不会 那个市场开始 是 就是 这些 其实 都 都 不是 不可能的 OK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照顾这次都只是一个 就是 可能 短线的调整 其实这件事 我就是 较早 时候 其实都有 提及过 大家都要 要留意一下 因为 我们也说过 其实 如果看通胀 通胀数字 或者一些 整体的 无论是商品的 价格 也好 其实在过去这几个月 其实都 一直上升 都升得比较急 而美国那边的通胀数据 无论是 CPI 也好 或者联储局 都比较喜欢看的 那个 就是 PCE 的数字 来说的话 其实都 在4月5月 升幅都是 就是 远高于市场 那个预期 甚至乎 有个别的联储局的官员 都表示 那个升幅都 是 高过他们 局内的 预期 那样 所以也都 开始听到有个别的 联储局官员的声音 就是说 或者都是 时候开始 去讨论一下 几时开始 去调整 这样 就是开始之后开始 那就是 其实很 但是 那个信息 其实都 都清晰的了 OK 其实就是 接下来的话 应该都是逐步 就是会收 一些水 只是 几时开始 就是 开始的时候 那个 收水的情况 有多大力度 所以 所以市场 做一些调整 其实都是无可可非的 实际上 还有 我记得 之前 其实 这个升浪 都围折了很多年 每一次 有一些 调整出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 都不是说 很多时候 都不是说 有些什么先兆 然后再下来 很多时候 都是跌一棍大的 下来 然后才 才会 才会 说回 事后才检讨 才会发生什么事 没错 所以 唉 不知道 这些 似乎 之前好像说 好像一个高低落 情况 这样 通胀又不来 但是经济又开始复苏 这样 但是 大家 都 真的要小心 是不是真的 真的 通胀的消息 完全没有影响 或者 也分享一下 一些个人看法 因为 有看我们的网友 都知道 有部分网友 都挺搞笑的 就说 有个叫做 雷氏为的数的 一个 数字 数据 这个 挺搞笑的 其实 其实近期 我这个场合 又没什么 所以 起码我不觉得 是一个 很高危险的 几样 因为 我想某程度上 其实 有一些 的 缸 其实 近期 都略为 减少少 我过去也有说过 就是 在我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一些 虚拟货币 其实是一个 缸 譬如说 之前一些 EV 就是电动车 的板块 其实在我个角度来说 都是 缸 缸 而近期 都见到 他们是 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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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缸 所以 我觉得 这件事是一件好事来的 相对来说 释放了一些 市场的 投机风险 那么 除了这件事之外 其实如果从一些实质上面 你看到 我也觉得 现在 不是很像 一个 真是一个 塌市的一个 情况 因为 其实有一些 基本的 一些 数据 其实 我也觉得 仍然是正好 譬如 过去我也有说过 特别对于一个商品周期的一个运行来说的话 我所见到似乎都仍然是比较健康 虽然 就是 前两个星期 其实Eddie 也和大家看过 就不同的一些商品的价格 都有一些回调 有个别的回调 就比较劲一点 譬如是木材 Eddie 也提及了 例如 数据来说 其实木材的回调 是比较厉害的 就是我们也说过 这些是一些很小的市场 其实那个波动 就是它本身都已经是 可以是很大的 所以其实又不是很做得准的 而一些个别我自己有留意开的 一些跟商品 可能有些少关系 跟经济有些少关系的 一些数据来说的话 其实似乎都更健康的 所以我又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很大的风险 或者我又很快就分享 几张图 其实这些都是 就是之前都可能给大家看过的 亦都给大家更新一点 这个就是 其实过去两个星期 我都给大家看过的 就是全球三大主要的 那个 就是 运输的那个航道 就是由 就是中国 上海 去 这个欧洲的 Rotterdam 和由上海 去这个 美国的西岸的 罗省 和东岸的 纽约 那个 货柜的 运费 那这个就是刚刚是 刚才 这个 晚黑的时候 我才是 掌握出来的 那其实你看到都 都仍然是不值地上升 那个运费都仍然是不值上升 那更加就是 如果大家过去几个星期没有 就是 看过 或者没有见过这个图的话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过去这三个星期 那个运费的上升的情况 都挺夸张的 现在你看到就是我今晚 就是刚刚掌握出来的那个图 这三组的这个战序呢 就是大概三个星期前 大概是六月中左右 大概一个月左右 六月中的时候呢 当时的运费 那跟现在来说的话 就已经当然也都是差了一大绝了 好了 这一个了 接着这三个战序呢 就是上个星期给大家看的 就是那其实你看到其实是 就是过去这几个星期的运费 你仍然是不断是 就是扯上 OK 甚至乎呢 我有些做 就是航运 在航运公司做的 一些朋友呢 甚至乎说到说呢 就是现在呢 其实老实说 你现在去到年尾 都仍然有半年的时间 因为你刚刚才过了半年而已 已经是7月头而已 已经是 平时呢 年尾是一个 就是货运的一个高峰期 其实通常呢 就是 开始这些公司 如果要预计这个年尾 赶年尾货运的话呢 其实是去到大概 九月左右 OK 就是起码都要八月 中旬打后呢 才会开始去 就是 想着 年尾的货期 OK 要预计 要 但是 我有些朋友说 现在已经是扯住了 已经是说 几夸张 就是那个 那个 就是对那个 运输的那个需求之大 OK 是真的相当之夸张 实说是 那 你讲一下 这个商品呢 其实 我看到另外一个商品呢 那个 升幅呢 也很厉害 最近呢 John来喝了奶茶 多少少 但是 咖啡 你怎么会喝的 是 我也有 咖啡奶茶也是我们的 隐君子 是 咖啡价格八月升 我都经常说 基本上 如果有直接打咖啡 六脱的话 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就是 咖啡呢 其实都 都开始 升得很厉害 就是说 是吗 大家喝一杯咖啡 就未必 这么快加到价 因为 其实咖啡呢 就 比起其他的 農产品来说 可能储存会方便一点 所以呢 咖啡呢 还有一定的导物 还有很多时候 咖啡的采购商 都会用期货 就可能会注入了一些 就是价格 但是 可能 去到下半年 在欧洲那边 一些咖啡呢 其实都会有一个加价的压力 那么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農产品市场 都是那些因素 都是一些主要的出产地 就是 例如是全世界最大咖啡的出产国就是巴西 那么巴西就 就是有个 旱灾了 今年 所以呢 巴西就会 那边出产会少了 另一个比较主要的出产地就是哥伦比亚 那哥伦比亚那边也有些 当地的地缘静止不稳 所以呢 也影响了一个 就是 potential的出口 的量 所以这两个 比较大小小的出产国都出了问题 所以 供应就会 就是 可能会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 过往那三年 全球的咖啡豆都是 供过于求的 但是 今年有机会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供过于供 所以 近年 就是近几个月的价格都升得很厉害 不过后来我再看深入的这个报导 就是原来 这个 咖啡豆 只占你那杯咖啡的成本 不到一半的 其实通常你那杯咖啡 最大的成本 都是人工和铺租 所以 其实就算咖啡豆的价格上升 你那杯咖啡也未必会加价 最多可能 沖淡一点给你 你刚才说的那个 这个数字呢 未够一半的 你真的非常之仁慈 或者你称的那些 是那些是很 即是 超级的咖啡锅 才会用到这么高的比例 因为我所听到的 的情况呢 就是 你一杯咖啡 那个叫做 就是以原材料的成本来说的话 是在说 三成都不到 那 所以 所以你那个 我相信应该是一些很特别的 就是他才会给到这么高的 应该是 那个水败是更多的 我只能说是 嗯 那 其实咖啡 咖啡也挺有趣 就是 我不知道你对咖啡的市场有多熟 就是 通常 就是巴西最大出产国 你知道第二大出产国在哪里 刚才你说Colombia Colombia差不多排第三四 其实第二大是越南 应该是 所以 所以其实呢 你说 因为 当然你说如果 就是 咖啡的 原材料的 产地 就是 现在比较多人相信 就是阿瑞奥比亚 OK 就是阿瑞奥比亚 那样 但是其实如果说咖啡来说 其实全球呢 主要的咖啡豆的品种呢 就是 就是比较 超级的 就是阿瑞奥比亚 OK 也是阿瑞奥比亚 巴西 阿瑞奥比亚 产量比较多些 而另外一个呢 主要的咖啡豆 而其实如果说 每年的总产量呢 是最高的呢 就是一只叫做 Robusta的 的咖啡豆 而这个 Robusta的咖啡豆呢 就是在 亚洲地区呢 就比较多些 刚才说的越南呢 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最多的 产量 主要是生产Robusta 比如说 接着就是 印尼那边 就是这边 这些是主要是产生这一类 的咖啡豆 但是 阿瑞奥比亚 多数是用来做即充咖啡 那些会比较多些 接着如果 如果是Robusta那一类应该是用 抱歉 不是即充咖啡 阿瑞奥应该是用手冲咖啡 或者是咖啡店会用的 阿瑞奥比亚多些 如果你是喝即充咖啡 可能是Robusta那一类 会比较多些 因为便宜 因为相对的价钱便宜 但是也有的 也有些 就是我听到就是说 有些 就是很大的连锁 国际性的连锁的咖啡店 其实都用很多是Robusta的 不过他们有些 控陪技术 就可以将他们 那个 咖啡豆的一些 角色性 是可以有少少 就是改变了 这样 就可以是 扮高级一点 高档次一点的 咖啡豆去买 这个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就是 其实讲到这个 其实讲到农产品 我刚刚也想 分享多一张图 过去也说过 对于这个商品来说 其中一个 我自己也有参与的投资 就是一些肥甜料的公司 这样 而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我和Eddie 也有提及过的 甲肥的 甲肥的甲肥 其实你看到真的很夸张 这个甲肥的甲肥 近期 你看到它 直接是一支火箭 这样抽上去 由 早两个星期 其实 应该是 好像上个星期的事 是 是 扯上去 那 因为呢 其实 在 北美洲来说 其实有几个 主要的 甲肥的 一个 的 其实 情况有点像 石油那样 石油的 当然全世界来说 有很多个 不同的 但是大家比较熟悉一些 或者叫做一个 叫做 全世界的 就是美国 WTI 和英国 布兰特 而 在北美洲来说 其实就是 美国它们自己本身的 中央有一个 中央 这个就是美国的 中央 中央 但是呢 近期 其实 是巴西 有一个中央 是吉星 OK 而扯高了整个 北美洲的 甲肥价格 那么巴西那个 甲肥最新的价格呢 是已经升到 600美元 一吨 就是比美国 Midwest 这个还要高 那就是 都挺夸张的 就是可能巴西的 旱灾情况 对那个農财 就是那个 肥料需求也有点影响 应该是 所以也都拉 拉升了 整个北美洲的 就是在这个 甲肥方面的 那个 就是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过去也说过 另外一个 我都有 就是 留意 以及有涉及的 就是这个 就是 尿素的 的价格 那其实见到 尿素价格 其实就是 美国那边呢 就相对稳定的 反而呢 近期呢 是中国的尿素价格呢 就是最近了 因为之前呢 中国的尿素价格 和美国那边呢 都是有少少 那个折扣的 OK 但是近期呢 我们也就 那麽 也就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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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 等於一個大幅回落的情況 大家參考一下 好,這節要停一停 OK,好